監視器拍到一位南韓年長者走進超商 從口袋掏出一點現金 打算買魷魚線上支付的禮品卡 正要結帳時剛好有兩位遠景進來 其中一位覺得老人家購買價值50萬韓元 折合1萬2台幣的禮品卡很可疑 便上前詢問理由 這位年長者坦誠 他透過社群媒體認識一位 自稱駐紮在外國軍隊的女兵 對方要他告知禮品卡上的號碼 收回機更多錢給他 其實這就是所謂的跨國戀愛詐騙 老人家只看照片就相信對方 一直保持聯繫 經過警方耐心勸說 才認清被詐騙的事實 詐騙集團專長年長只下手 幸好遇到極致遠景才沒有上當 根據最新調查 南韓美5名65歲以上年長者 就有一人獨居 獨居老人數量和比例 創下歷史新高 老人家身邊沒有親人陪伴 不僅容易被騙 生活上也可能面臨窘境 調查顯示 去年領取南韓基礎生活保障金的 民眾 10個人當中 有4個人是65歲以上的年長者 在所有年齡段佔比最大 隨時高齡化速度加快 比重增加的速度也飛快 從2017年的28.9% 到去年接近40% 5年內增加超過10個百分點 這說明年長者貧困問題 越來越嚴重 南韓平均說明延長 活得久不代表健康 醫療費負擔也同時增加 部分年長者生病後難以工作 只能打零工為生 國民연금 國民연금 提前兩年用完 報告指出 除非南韓政府動用權額或部分國家預算 指引年金給付差額 否則資金見底後 將迫使南韓勞動人口 繳納所得的26%以上給國民年金 南韓低生育率和高齡化持續 國民年金面臨破產危機 年長者活得越久 日子恐怕更難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播放 幅